先抛开元宇宙智能汽车这些尖堆的应用 让我们追本溯源 信息技术的底层需要电信运营商 似乎总是容易让投资人忽略 在此前 由于高额的投入和政策调整 作为中国三大运营商之首的中国移动 股价表现都不算优秀 但站在新技术爆发前夜的我们 也许该低头看看 为我们铺设前往新时代道路的每一块砖上 都有电信运营商的印记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中国移动不仅是中国最大 同时也是全球网络和客户规模最大 拥有全球最高的5G套餐用户的 世界级电信运营商 如果回看这两年的热点板块或行业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 亦或是去年爆火的元宇宙 或者产业链中较上游的芯片半导体产业 这些行业或热点改变的背后 都指向了新的信息技术时代 在那个时代中将会万物互联 云计算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等等的应用和场景 都会成为这个新的信息时代下的 一花一草 而能给这些花草滋养与灌溉的 就是最基础的电信运营商 由于这个行业必须要有足够的规模 前期的投入成本也极高 因此本身就具备非常强的护城河 而中国移动正是中国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信市场的领头羊 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用户规模 都有着相当的领解优势 这也意味着在新技术红利中 中国移动也将会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以及最大的获利者之一 中国移动的股价表现 自08年的高峰之后 就再也没能重回往日荣光 此后国家为了实现网络普惠 也刻意压制运营商的利润空间 但现在中国移动 已经拥有了更丰富的营收来源 在业务的增长点上 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随着5G的进一步普及 应用场景的增加 完成了广泛基站铺设的中国移动 未来的利润空间也将进一步打开 回到市场大环境中 港股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低迷之后 随着刺激政策的相继出炉 利空因素的缓解 市场整体挥暖 那么中国移动也更有可能 在相对乐观的市场大势中 迎来复苏和估值回归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